网红凤梨和女友欧拉 交往四年后于上个月完全结婚登记 没想要结婚才不到两个月 两人就大吵了一架 凤梨发文表示自己和老婆吵架后 因为不想继续争执 于是立刻出门 晚上结束工作后 也没有回到两人同住的家 不过欧拉直到凌晨四点 还在传讯息跟她吵 直言冷战没有意义 问她想怎么解决 对此凤梨表示不知道 请老婆去问帝君 因为她懒得再吵了 隔天凤梨进到办公室后 发现老婆竟然真的请示了官圣帝君 还是官圣帝君给了她九个圣杯 叫她不要继续吵了 所以欧拉买了一个粉色的小猪手表 希望两人能和好 出乎意料的转折 让凤梨好气又好笑 但最终还是收下礼物和老婆和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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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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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